三番市 偷950元以下不用罚 地检官博彻斯给出解释 一直以来 室内对一项加州法律存在不小的争议 就是偷窃950元以下属于轻罪 甚至很多时候 由于难以检控 一犯不需要承担罪名 三番市地检官博彻斯就说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而这项一直以来存有争议的47号法案 是在2014年加州公投通过的 刑事判决轻罪处罚倡议条约 也被称为安全社区和学校法 法案允许将非暴力犯罪重新归类为轻罪 而不是以前的重罪 这令许多民众苦不堪言 尤其是室内经营小商业的民众 认为罪犯会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法案不会给予他们严厉处罚 博彻斯所说是针对那些有非法药物上瘾 以及先例健康问题而犯下罪名的人 他们会经过行为健康法庭 审判之后经过通常一年的治疗 而并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只是针对有潜在健康问题的部分疑犯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